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方的一个架构趋势当然市场很明确 那我觉得我们常讲市场永远是对的 刚刚明娟问手上有AI股怎么办 第一个我在前几天有特别谈到 就是说你如果手上AI股 它是破了这一波重要的上升轨道线 我觉得普遍来看啊 大概都是我大概都是抓月均线 我们就不用特别技术面去画这个所谓这么精准的轨道 大概以月均线作为一个多空的观察 类似啊像之前伪算破月线之后我们就聊到嘛 反弹到月均线附近它是压力 那甚至是说这样子的个股 你还是要减码应对 那你可能在之前 也许还有守在月均线之中的 类似像技嘉 广达等等 今天开盘都破了 那我觉得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几率操作啊 我就是说破了这个月均线的位置 你还是要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我会这样建议投资人 因为你去看一家公司是创意 我觉得台湾AI股当时最早下跌的原因 以台股的AI股来说 好像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就是创意的把说过后 对于下半年的一个营运的看法 比较保守资金 那时候隔天创意就跌停 然后就让一些AI股开始有点漫压出现 那你看创意哦 那个时候第二天再跌的时候 黄色那条季线跌破 市场也认为好像有点跌过头 跌过深了 是不是可以空手考虑低跌等等 但是你再回过头去看 到今天创意又在写下波段低 而且是半年线 一三一三都跌破 所以我刚会特别想到其他那些AI股 当然业绩啊展望啊 我觉得看好的都有它的理由存在 但是回到真实的操作面的部分 我觉得颜色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停损点 既然它已经上升的惯性跌破了 那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慢压最重的 普遍来讲大概都是这一波最强的 类似像散热的旗红 昨天还一度穿波段高 但是今天也是一根黑黑杀下来 杀到跌停 也回撤到这个月经线附近左右 所以总结来讲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的建议投资人 手上有这些AI股的 还是先减嘛 我觉得这一波先行做一些下车的动作 会是比较好 当然台北股市加上今天 刚好又是一个破季线的格局 破季线的格局嘛 那不管是城市单的卖呀 甚至是说一些法人也好 投资人也好 大部分有些市场上的策略 都会以台北股市季线的多空 作为它持股比重高低的一些判断依据 甚至我们也讲嘛 就是破了季线 代表台北股市有转空修正的盈率 这个都会引发市场上 比较大的卖压出来 那当然你说到底跌到哪 跌到何时 我觉得目前还很难去做一个研判 但是按照比较纪律型的操作 你不管是像涨多AI股是破月线的 甚至是一些像 类似像台股一样 横盘整理一段时间 破了季线的个股 先卖先减满 我觉得第一个 这会提起投资要做 当然资金的部分 我觉得现阶段来去看 可能先避开AI 涨多的AI股会比较好 因为六七月份 可能你这些个股 只要能跟AI增上边的 都会是标股 但是现阶段可能跟AI有相关的 反而感觉得出来 有一点点是比较卖压的重心 因为从刚刚明圈也带到 一些美股的利控 到台股的一些状况等等 反而并不是像过去六七月份 那么一样得到市场买盘的青睞 那过去我们大概可以秀出来 有时候电子股或AI休息 那串起来接棒的第一个 生计医疗嘛 或许你可以从业绩面去看 类似像我们前几天有聊到的 1784的训练 训练昨天在贵买的业绩的一个 法售会 其实试出来的看法 第一个相当乐观 那再来业绩 我刚刚讲到 其实就回归到基本面 去选一些股票 你看像1784的训练 它上半年的存益 是年增了3.6倍 不管是在干细胞的疗法 甚至在未来 在次世代基因定序 明年也会纳入健保之后 其实公司对于未来这几年的一个 营运的看法 都还蛮乐观的 那外资 在过去三个交易日 也是连三满 然后整个均线的架构 这个跟大盘很明显截然不同 它是要去挑战前高七五七 短中长期均线 以训联来看 都是维持着比较 多方式的一个排列 有基本面的数据加持 又有所谓的政策做多的题材 背后去做一个奥远 那我觉得类似像训联 这样的形态的个股 中午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风势 第一个 我觉得拉回去站在买方 这个部分来讲 从今天很明显 我觉得第一个 它就展现出抗跌的一个态势 第二个 同样是业绩股里面 我觉得电动车这一块 也是可以多加留意 因为电动车的个股 不像先前AI标的这么凶猛 第二个 从普遍缴出来的 七月营收跟第二季财报 蛮多都是一些 真的 很多不是创历史高 就是次高 或者创同期新高的 你看像是做车灯的地堡 6605的地堡 那过去这家公司 或者是前段时间 比较少去关注它 因为大家都在看AI 但是你看地堡的 K线的形态 其实相当漂亮 甚至到今天这样的格局 跌了两百多点 它还能涨 一到两个percent 而且股价还是持续写下波段高 五日线碰都没碰到 昨天就是公道涨停板的位置附近 那它缴出来的财报很好 上半年赚了六块七 然后你去看 现在股价一百多块 那推估一下 它去年大概赚一个股本 那上半年就赚六块多 所以假设啦 假设今年 也是跟去年一样赚一个股本 第一个本益比都不算高 那第二个 可能今年 我刚讲一个股本都保守 因为下半年来讲 整个AM市场倒还是相当市场需求的乐观 所以有一些 这些电动车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趁着今天大盘拉回 有些被比较压抑的 你可以特别去留意 因为同样是做这个车针的 好像是这个利清 3346的利清 利清的业绩也很好 不管是上半年的EPS 然后这几个月缴出来的营收 年增率都是双位数 而且有时候是三位数的倍增 但是你看利清的股价 反而在今天是回测到 黄色的季线附近 那我觉得啦 地保可以这样冲上去 同样是在车针的一个部分的话 那以利清来讲 我觉得这个位置点 今天的下沙 会不会有一点点是被市场的 卖压所拖累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再来像是PCB的一家 也是一样 七月营收 也是找出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月增年间分别都有11% 29% 那一家在之前也谈到 在今明年车用的营收占比 现在可以来到七成 而且这一块的毛利率 获利相对是更高的 所以它在上礼拜公布营收 还有一度冲高到395 然后这几天大概就是在 5日10日月均线附近做整理 那回到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这个位置点 我觉得大概我们大概可以抓 月均线作为一个支撑参考 那我觉得这一类的一个业绩好的公司 我倒觉得逢回之际 今天大盘的拉回 我开始谈到 先避开涨多AI破线的个股 但是这些业绩好的公司 我觉得回支撑回到一个 我觉得是相对来讲 比较在今天是被大盘 整体卖压所拖累的这些极优个股 我觉得拉回还是可以站在买房的 那我们特别也把H31 7月份营收双成长的 有太空缩瓦城 金益鼎 深达 玉明 奈米 衣材 励志 智信 柯丰 勇德 还有唐荣 胡莲 佳荣 秦邦 还有远雄来 见面再继续滚动一下 7月份营收双成长的 那我们跳到H37 等于说H36 第二季获利成长的 有群光 新兴 中刚 购 保雅 王品 松瑞耀 清刚 光阳科 统一 超 全联 那有一些第二季成长的 但是今天也在这种杂音之下 是不是反而可以找到机会 对 其实刚刚少了这两个 营收跟第二季获利成长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确性的 散装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在这一波 如果投资人资金要去找一些避风港 又有机会攻击的话 因为你看像玉民 缴出来的财报其实算不错 然后7月营收也是持续性的一个成长功高 最近的股价看起来 虽然还不到是一个转强的形态 但是底部有慢慢的浮现 那刚刚谈到第二季获利成长 还有像2605的新兴 这个其实散装的一个部分 或许不敢期待有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但是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慢慢的 不管从BDI指数去看 或者从目前国际的一些农量价格 有渐渐走升的话 对BDI都有一定的推升效果 甚至像2612的中行 其实今天还能维持红盘的格局 那股价在前一波冲高之后 又回到了 季线附近左右支撑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刚刚看了一下 这些营收获利成长 当然都是比较一些个别题材股 那如果以族群性来看的话 展装这个部分 会不会接下来有机会 也是成为资金的披风港 我觉得可以持续去 再从后续性上来讲 如果BDI BDI相关的指数 有反弹的话 我觉得或许这些展装航运股 也有机会在这一波 展开跌生性的攻击 好 谢谢你跟我们进行电话 大连线线